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筹码動足心機 動人掌握極限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 筹码動人大呼籠班的盤喉吉盤視頻 今天是禮拜一 一個禮拜開始 在那邊我先祝福所有的投票朋友 祝福大家在接下來的這個禮拜 都可以超順利都可以賺大錢 那今天天氣很冷好不好 投票朋友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 請你出門要記得保暖 好來看今天的盤 大本今天中場上漲87.7% 漲0.65點 投票其實還是一個算高檔震盪的格局 但是正當歸震盪他都有創一個新高 指數的部分我們就不多談 因為怎麼樣 這個會創新高就是多頭 而且他都站上均線之上對不對 如果你看這個OTC 我現在我一直跟大家提關就是 你不要去預設立場 你做你看到的 不要做你想像的 那你看到的是什麼 如果你看到就是 有啦漲多會往下掉啦 或是說有時候什麼疫情的部分 他會稍微跌一下 但是你有沒有發覺就是 他跌喔 跌歸跌震盪歸震盪 但是他月線都沒有破耶 也就是說什麼 如果說你是覺得說 這個地方位置要有高好恐怖喔 你要什麼打空單什麼的 他朋友其實打空單都踩落水狗了 沒有人在什麼 我身邊的人沒有在那種什麼 什麼什麼風高打空單都沒有 頂多賣掉而已換股而已啦 也就是他如果說在右上角的話 右上角一段角就兩個策略嘛 一個就做多一個就空手嘛 你要嘛就空手要嘛就做多嘛 如果說在右下角的話 比如說那時候這邊對不對 右下角的話要嘛就是做空或是空手嘛 基本上就也不是右下角 你把圖縮小一點他還是什麼 他也是在相對的那個右上角啊 所以如果說你就這部分 就是他線型他完全沒有壞掉 完全沒有壞啦 那完全沒有壞的話 完全沒有壞的話 那就是順勢操作嘛 就做你看到的不要做你想像的啦 好不好 好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個股的部分喔 個股的部分 華晶客我們今天先出掉了 先出掉當然不是說看壞他喔 你不要誤我一次 我們上禮拜已經有調節一半了對不對 調節一半那今天主要這個啦 就他這個十字啊 十字就有被跌掉 跌掉的話其實就是50塊這邊喔 他朋友其實這股他是具有轉機性 這股他是轉機的股票 那轉機的股票其實 你遇到一個比較大的整數關卡的話 就是50塊這邊他是一個整數關卡 因為他第三季賺0.77嘛 有某家頭顧說他第四季可能會挑戰一塊錢 單季一塊啦 他真的假的不知道 那如果說真的話 一塊的話今年差不多賺1.7 1.7你就50幾塊 這個本益比 本益比將近25倍左右 應該會震一下 他朋友 其實你要去想喔 為什麼法人會在那邊買 法人看的基本上是明年對不對 那如果說明年的話 如果說第四季有機會到一塊錢的話 因為明年第一季是單季 所以呢 所以明年可能會到三四塊錢 三十塊錢的話其實 五十塊這邊喔 其實說真的不貴啦 這是不貴啦 只是怎麼樣 只是短鍵上就管理稍微大一點喔 可能會稍微清一下 稍微洗一下啦 那洗一下的話就是 等他稍微洗一下我們再來 好不好 稍微洗一下我們再來啦 就是這地方我們今天有先 先把它做調節 那先把它調節 這當然是賺錢嘛 這股票 我不是上禮拜 我不是上禮拜來跟你講耶 我不是在這邊嗎 我都忘記了 講上去嘛 做一下然後又掉下來 做兩次啊 不是嗎 所以這股票就是先下裝 反正就是 轉錢我再來嘛 轉錢我再來啊 對不對 然後這是光潔 光潔就是投信的嘛 投信牌嘛 我現在我們上禮拜有跟大家提就是 他的 那個後面的展望怎麼樣 就是他如果說照中國的計畫 他有機會變成全球第二大 就是就電池的晶片電阻的部分 車用電池晶片電阻的部分 就中國這地方幹嘛 中國要把威視 這個是威視啦 這個大星啦 一個是美國的 一個是日本的嘛 啊中國跟他們現在又不好 跟美國不好 跟中國不好嘛 能換的話 能做進口取代的話 就盡量去做進口取代 然後呢他大股東是什麼 風華高科嘛 就中國最 中國的公司嘛 所以呢所以 對中國廠商而言怎麼樣 光潔就是什麼 他就是自己人嘛 他就是騙自己的啊 中國在國產化嘛 所以就是這樣子 然後下面再說什麼 再說就是目前很缺嘛 這個缺的話 就會漲價嘛 會漲價然後呢 再擴廠嘛 擴的廠就跟台灣這邊一樣嘛 所以呢 所以這邊說他會全球第二大嘛 超越這個是大星KOA嘛 這是大星日本的啦 然後警示什麼威視嘛 所以就是 就是他有這個夢想啦 所以你看這個投信狂買 一直買一直買 到處比也一直升 然後今天怎麼樣 今天就漲停板了 就 恭喜 恭喜大家 我應該說恭喜大家嘛 他又不是一開都鎖起來 你相信我的長上去追你還賺錢 恭喜 九十八三 唉 怎麼 你要用看的基本上就 九點多就沒戲啦 如果是一開半追的 最低啊 六八三耶 六八三 七三三啊 還有五塊也 那我還有五塊價差 好不好 就是就算你追的話 也還有五塊價差 然後就 恭喜大家 看節目也可以賺錢 好 那其他的看這個 這是什麼 講美光嘛對不對 這支股票比較高價啦 群聯嘛 美光財產又有一期不是看記憶體嗎 看記憶體嘛 記憶體其實看來看去誰的線型最強 他們群聯最強 因為他反而買啊 頭信有在買啊 買買買買 499.5 今天還是一樣499.5 收盤沒有收盤價一樣 不過他開始在挑戰幹嘛 他開始挑戰五百關卡了 開始挑戰五百塊了 第一季NameFlash的部分 因為西安這邊喔 其實現在的新聞都是什麼 西安封城嘛 那西安封城其實 美光跟三星在西安都有場 三星的NameFlash在那邊 佔他產能是差不多42%左右 他們現在都說什麼 沒影響沒影響 有沒有 沒錯 生產就我了解的確是沒有影響 不過現在有個問題 物流有影響 那沒錯吧 你可以做啊 你做的你要送得出來啊 你送不出來沒有用啊 你送不出來白搭 做的東西就直接放倉庫而已 所以生產沒有影響 但是物流是有影響的 那物流有影響的話 第一季本來就是電子業的淡季嘛 一般來說 報價稍微跌一下 但是現在的價格比較稍微硬一點 就是有點好像就停住了 就是沒有再往下掉了啦 所以股票市場不是領先反應嗎 股票市場是領先反應 你不要想說看到新聞 然後股價還會動 不會啦 一般來說都會開始 就是它是領先 基本上股價它是領先指標 它是領先產業差不多三個月到六個月啦 所以你看那些什麼航運股 當然我不是說航運不好 而是它們在領先什麼 它領先一年 它已經領先一年 就漲上去的時候就是提前反應嘛 然後現在為什麼在這地方混不上去 因為當然第一個成長率嘛 今年機期高了嘛 明年成長率基本上已經沒那麼大了 那後年呢 後年如果掉下來的話 我要刷給他 就是這樣子啦 好不好 就是 就是這個部分啦 就是它領先啦 就是領先一年了啦 領先一年 就是大家預計說 一年後怎麼樣不知道 那我就領先反應嘛 後面再看嘛 如果說真的看錯的話 對 後面再去調整嘛 不過 不過這種緊急循環的東西喔 緊急循環 你覺得有可能多頭循環三年嗎 三年 剛好calling 那機會不太大啦 好不好 所以就是一樣啦 做你看到的不要做你想像的 比如說以航運來講 你看到的是什麼 就是腰斬反彈嘛 不是嗎 它現在欠你不是這樣子嗎 腰斬反彈 難道呢 難道現在大多頭 不是嘛 那這個你看到的是什麼 你看到就是 跌完再漲 然後反而再買 你看到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做你看到了啦 做你看到 你不知道怎麼做的話 我們的優惠案還有 好不好 張開雙手歡迎你 感謝大家的支持 真的非常感謝 然後這個是 還沒動 還沒動 但是我覺得 應該快動了啦 第四季他們在調庫存 因為像這種股票 它跟銅的報價有一點點影響 就是銅的報價是基本上是佔他們成本嘛 不過樓梅爾 今年是2021年對不對 2021年年中的時候 銅漲得很兇 但是如果說以目前的礦商 就是那些礦商來講 他們對2022年普遍都抱著比較保守態度 也就是說什麼 你2021年銅漲翻的成本很高 所以就在第二季的時候有影響到一些貿力 但是第三季開始呢 第三季開始銅開始往下掉了 那明年呢 明年普遍大家預期這個銅價沒什麼表現 就是大家都對於這個 方向是比較保守 那如果說你銅價比較 會比較沒表現的話 就是對於成本來講 就是你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嘛 然後現在在調庫存嘛 庫存調完怎麼樣 庫存調完不要忘了第二季什麼 第二季就是伺服器的平台 這個地方要拉貨啦 Intel跟AMD都要推新的伺服器平台 推新的伺服器平台 那個板子基本上就是 要用新的 你別想說板子 阿板阿狗都會做 不是啦 都要通過認證 沒那麼好做 沒那麼好做啦 所以像這種就是基本上我認為就是有低狗衛星 然後呢反正就是 又有殖利保護嘛 要不成本附近 成本附近就 有點耐心嘛反正有的股票帶你做短嘛 讓你每天 不能說每天啦 讓你常常有賺錢的感覺啦 那其他就是稍微抱一下好不好 抱一下搞不好 搞不好就上去嘛 像這個一樣嘛 我在這一期的那個 那個 先探周刊 先探是講股票對不對 先探周刊好像講他什麼 好像講說他打進聯發科的電源管理IC 因為現在缺貨嘛 缺貨的話他已經通過Intel認證了嘛 然後呢現在又打進那個聯發科的電源管理IC 聯發科在明年基本上非常有競爭力的喔 陳振華估他明年那個 天璣9000啊是出 1000萬顆喔 1000萬顆喔 同學1000萬顆跟進來比的話基本上double 快double你知道嗎 那因為他跟高通那個 高高通那個S8什麼G1那個比的話 效能是比較好 而且功耗功耗比他低 我說的功耗就是他不會發熱啦 你的效能也許可能比我好一點 或是說大家一樣 但是呢 我的效能跟你差不多 但是我功耗是比低的 也是我比較不燙啦 你的呢 你的像這種天氣怎麼樣 像這種天氣這麼冷對不對 如果你用高通的那正好 為什麼你手氣就暖暖包嘛 你不用再花 在花錢買多人包 在40多人包打電動 那越打越熱 所以那種功耗如果太高的話 太高的話手機會熱 會熱怎麼辦 會熱當然就是人家就比較不買單 所以如果說 他後面真的 聯發客這邊真的開始有在拉貨的話 如果聯發客明年 明年真的是1000萬顆的話 這支股票今年賺24塊 明年我說要估他賺30塊應該不過分吧 本一筆也低 好不好 一樣可以多留意了 現在應該在那邊整理台整理去啦 法人來 非了我就不負責了 最後一個看一下這個 賺到錢也要賺到生活嘛對不對 沒錯吧 賺到錢也要賺到生活 我昨天去看的這個 差好看的 真的 真的差好看的 賺到錢要賺到生活 你還沒看的話 帶著你的另外一半 男朋友女朋友隨便啦 你就會 去看這一部 這部真的超好看的 不要爆了 反正去看就知道了 好不好 我們做個結論 投票期我們講來是什麼 講來是一個操作的方法 有操作方法就有 獲利的能力就有下一支 下一支 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已經在看了啦 我已經在看了 好不好 我們不是講那個跟著大國走財富定有嗎 對不對 我的slogan是這個嘛 跟著大國走財富定有嗎 大國今天有買一支新的股票 好不好100塊以內 我正在看 如果說今天 我法人有進去 如果說今天投信有進去的話 明天我就會買 如果沒有的話 我可能再看幾天 好不好 就人家已經在買新的股票了 好不好 喜歡分享的話可以點個訂閱 按下小鈴鐺 我們節目很喜歡 第一時間推廣通知你 我今天又可以分享到這邊 籌碼 動足先機動能掌 我今天祝大家明天超順利 明天見 拜拜 本公司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效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提供參考 投資人獨立判斷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投顧104年金管投顧新資第009號 字幕志望